第一个我想郑重说明 我们带回来的这三份文件 绝对与228事变 或者白色恐怖事件是无关的 这三份文件是50到60年代 之间有关涉及到共铁或自首的案件的内容 这个是与网络所述是不符的 第二个我们宪兵在调查的过程中 是依法来办理的 因为 卫星名人在网络上公然贩售的是机密公文的资料 我们为了了解这些公文 它泄密的管道 数量 还有来源 我们必须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查的程序 在调查的程序过程中 我们都是合法的 在调查的过程中 卫星名人也是很配合 也并且来签署了 自愿受搜索的同意书之后 我们卸名的同仁才到家里面 到了家里面之后 我们卸名同仁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搜索 搜索的动作 而是由卫星名人自行在家里的厨师柜里面 拿出了这三份文件 那这三份文件之后 他到他的女儿房间里面 因为这是公然贩售的资料 所以到他女儿房间的电脑上面 去进行下架的动作 所有的过程 我们宪兵都完成了 录影跟录音的程序 所以程序是合法的 第三个我要做说明的是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 卫星名人到台北宪兵队 来进行做一个征讯的过程 到了九点四十 我们宪兵队开立了 扣押物品的收据之后 就请卫星名人自行回去 与网络所在 到晚上十二点才离开 这个也与事实不符 我想做以上的三点